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首先准备一块卤水嫩豆腐 豆腐嫩一点的比较好 尽量选的方正一点 从中间打一刀 打成一公分半间方的块 块不要太大 太大不入味 大小块均匀 打好以后放在盘中 准备一块牛肉 切成三毫米 薄荷均匀的片 做牛肉哨子 把牛肉切成丝 再切成颗粒 咱们家庭也可以高猪肉代替 切好以后放入盘中 准备点青蒜苗洗净 切成颗粒 咱们家庭没准备青蒜苗也可以放小葱 切好以后放入盘中 准备大约五克的豆豉 放里边增加齿香味 多的碎一点 放在盘中 把烧烧热 准备三个二斤条辣椒 准备青花椒和红花椒 青花椒是增麻 红花椒是增香 麻辣都自己找一下 放在勺中炒出香味炒酥 不要炒大劲 准备35克的红油豆瓣 剁成碎沫 不要太多 咱这是一斤二两的豆腐 剁碎以后放入盘中 将花椒和辣椒放在蒜干子捣碎 倒在盘中备用 炒中做水 把水烧开 放入打好的豆腐 把豆腐焯一下 焯出豆腥味 让豆腐回下远 少放入点食盐 使豆腐更有弹性 吃着更嫩 豆腐不易碎 烧开 焯个两分来中 豆腐有点飘起 捞出慢一点 捞点老汤 放在盆中 防止豆腐粘连 把勺烧热 放点食用油 晕下勺 防止炒牛沫粘一勺 把油烧至猫原倒出 少放入食用油 放入切好它 牛肉沫 要炒牛肉倒入 炒出水分 多炒一会儿 炒出牛肉香味 有脆感 绿绿酸 看看这效果 牛肉炒的老一点 吃的有酥感 放入黄酒 把主份炒干 炒好以后装在盘中 把烧烧热 少放入底油 放入切好的豆豉 先把豆豉炸下 炸出香味 放入豆瓣酱 炒香 炸出酱香味 炸出红油 烧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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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入清水,珍藏一点麻婆豆腐 焯大火烧开,放入焯好豆腐 根据你的酱放多少,掌握一下 放入生抽提鲜和酱油,调一下 少许一点点的盐,烧开以后,把豆腐焯个两分钟,让豆腐出入味 看,炖着汤汁差不多了,放入少许味精 不喜欢的可以不放,打入水淀粉 麻婆豆腐打烈粉,要求分三次打入,转为小火 第一次打芡,使芡能渗入到豆腐中 打入第二次芡 能使芡更有拉力,轻轻的推动,尽量不要翻少 好,一三次打入芡 芡略微的粘稠,能使芡和豆腐不能结合在一起 放入牛肉末,放入牛肉末后放,保持牛肉末的脆感 发酥,打入红油 葱花枝,果腻,撕棉,翻个炖熬 好,花火出范 Comme夯、考虚眼一下刷 倒入茶味道, ήταν不当早弄 inflée昔,把它切死得 sen 麻婆豆腐是非常有名的一道菜 也是豆腐中最佳的一道做法 做好盘以后 撒上清红麻椒沫 好吃的著名麻婆豆腐完成 观众们看一下 记住过程 一定要三次打签 要求是三次红油 咱们一次打入 大家知道就可以了 一定要厚放牛肉末 保持牛肉的酥的口感 好 感谢网友们的观看和支持 有什么要求请你留言 我们下个视频见